好,我们很快地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节课所讲到的character table character table里面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呢 它是一些矩阵里面的数字 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是这一个群它的最基础的一个单位元素 各位知道矩阵里面有单位元素也有反元素 那么还有它的结合率 群本身是由对称元素所组成的 那它把它化约成一些矩阵的代表以后 这些矩阵的代表又称之为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这些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就是这个群它的基本元素 它组成的基本元素的个数呢 刚好就等于它的操作元素的种类的数量 那我们所谓的character呢 是来自于矩阵的斜角 那么这些character呢 刚好是在对角矩阵里面 会是不变的一个数字 矩阵乘以矩阵以后 只有对角的地方留下来 所以我们的character呢 是直接拿矩阵的中间这个部分做运算 下面会介绍一下character table的组成 各位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crv的一个character table 然后在最上角写出的是point group 然后在右上边的这个称之为symmetry element 这个symmetry element呢 在这里分成四类 e是identity c处是转180度的转轴 至于cv跟cv'什么时候要用prime呢 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原则是 主轴是用 一概都是用z轴 c2这个轴是z轴 principal axis都是z轴 第二个选项就是x 所以呢 x跟z的这个平面呢 我们就一定会选做比较优先的 然后呢yzzxy这个顺序这样下来 接受它的123的顺序 跟prime或doubleprime的顺序 都是用这样的选择的 我们讲过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millican symbol代表的是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它的代号 然后它的命名的方式呢 a与b是看主轴是否正 a主轴都是e b主轴都是负 那么1跟2的分别呢 是主要是要看它下一个的分别 那我们当初在上一节课讲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d4h 所以它有一个c4的主轴 然后接下去的是c2垂直c4的轴 所以看的第二个operation是c2 在这里面它是主轴是c2 它底下没有其他的主轴 没有其他的c2轴跟它垂直 看的是它c2下面的这一个对称 这个对称是1的就是1 负1的就是2 同样的道理在b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1对应的是1 负1对应的是2 主要的就是从这个地方顺序看下去 那这个顺序是什么顺序呢 一般都是从identity开始 然后principal axis 然后在其他的这个轴 轴弄完了以后就是inversion center 接下来就是s s完了就在sigma 所以sigma是最后的 那这个顺序呢 各位可以看到其他的这个d4h的character 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边正1负1 就决定了a跟b 然后每一行是 每一列是一个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每一个c2v总共有几列呢 那就要看它有总共有几个class 这里是四个class 所以它就有四个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那右边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称之为basic function 看的部分是要看它是xyz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代表的它是xyz三个轴方向的 这个对应这个对称 这就表示说它们是translation 或者是vibration r呢代表rotation 然后只要是二元的 都是代表的rame的spectrum 可以active的一个signal 所以从右边的basic function 可以判断它是iractive 或者是rameactive 或者是像这个的话 是iractive跟rameactive 是两者都存在的 那a跟b 负1跟正1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 是以它的第一个 主要的这个对称元素来做判断 那这个部分我们跳过 就是所有的character table里面的 1 2还有这个xyz 就是我刚刚讲的 是可以用键号 或者是一个向量来代表它 然后你把它做一个对称运作操作 就会得到这些character table 对你们来讲的话 只要把character table 我们考试的时候也会给你 课本上也有 所以你就照着它这个参考 r的话你如果不相信 它为什么会是-1 对sigma v来讲的话 r经过-1旋转完了以后 会转向的叫做-1 那同样的道理 在dxy的这个轨域的部分 或者是向量 或者是轨域 都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然后得到的结果呢 是a2的这一行的 所有的对称 不变不变 反过来反过来 这个是xy方向的一个性质 好 好那我们先 刚刚讲的是crb是水的point group 现在是nh3 是c3v的point group c3v的point group的那个矩阵 我们看得出来 它是有这个旋转以后 上面这边的cosine fusine sine cosine的这个值 会画在这个矩阵里面 这是我们在上一次课 有讲到过的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 二元的矩阵在 这就表示说 它这个reduce完了以后 它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呢 除了a跟b以外 它还有一个e 1的话 在我们的dimension上面定义呢 是二维的意思 我们这个 三维的话就是t做代表 好那这个一定有一个e 做代表 这个c3v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三类的这个 symmetry element 所以它有三个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它的order是多少呢 它的j是多少 order 是维度的这个地方的 平方平方平方和加起来 或者是所有的个数和 从个数和的话 一个两个三个和起来 是六个对称元素 那它就是order 就是六 或者是1平方 1平方加2平方是4 411合起来是6 两种方法都可以算出 order的这个数字 order的数字算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 化约的动作 所以这个order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值 那么c3轴的转轴 如果我们刚刚所讲的 会在这个矩阵化约里面 这是一个二维的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e e代表的是二维 二维是代表double degeneracy double degeneracy的意思就是说 在能量上面 它们两者是可以减并 所以减并是指 能量是不可分辨的 所以如果要填电子 在两个能域上面 两个能界相同的时候 它们是会 各自填在一个轨域上面 那这种排列的方式呢 就是degeneracy orbital 会发生的事情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是有一个e的话 那么在这个不论是 UV能界或者是在震动能界 在我们这里讲的是震动能界 它是degenerate的话 就会有一个位置 会有两个风重叠在一个位置 好 那这样的character table 在课本上面有一个一个演绎下来 它的目的是要告诉各位 如何由对称元素的矩阵表示 化约成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用character table来表示 然后从character table里面呢 我们可以代表说 这一个群里面的特性 好 那这些character来自的地方 都是这个矩阵的trace 也就是它的character 1加1等于2 就在上面 那如果说是用矩阵的这个部分 做出来的这个character table 只有A1跟1 那么A2的部分 可以做得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一个性质 叫做正交性质 A1跟A2 或者是任何一个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它们的相乘积 相乘积 相乘积 乘上它上面的这个数字 会得到0 也就是11乘以1是1 11乘以2是2 1加2是3 1-1加1 再乘3 -3 3加-3得0 这个A1跟A2呢 它们之间的相乘以后的核 是为0 这个叫做正交定律 那同样的道理 你可以把1跟A1 或者1跟A2做成绩 然后把上面的数字 那么也是可以做出来 这个跟我们 等下要学的化约的 化约成irreducible的公式 非常的相近 我把这个上面叫做头 然后呢 底下的这个 以后会有一个叫做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我称之为尾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 是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计算的时候 是看你计算它 还是计算它 然后就做成绩 这件事情 我们等到下一个公式的时候 仔细给各位做介绍 好 这边是要告诉各位 它的这个table里面呢 各自的order 是数字 就是这里面的 这个元素的个数 或者是class呢 1 2 3 三个类型的class number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总共三个 这些就是让你熟悉一下 character table的组成 好 那各位 如果熟悉了 就可以下去看 做怎么计算 不熟悉的同学的话 看一下课本上这个内容 他会把character table的 每一个项 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 在这个地方的c3呢 用两个c3来代表 就是代表c31跟c32 这两个 那么c3 3就是identity 所以呢 在c3的部分有两个 这两个呢 是主于同一个class 一个是左旋 一个是右旋 那得到的结果是 同一个类型的 所以归纳成同一个 sigma v呢 是在nh3上面的 任何一个面 所以包含这边的面 或这个面 和这个面 这三个面呢 是在中间转轴 转120度 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的 这三个面是一样的面 所以我们把它 归纳成同一个类型 好 然后如果在dgroup 有c2在这个 包含在上面的时候呢 就比较复杂 那注意到 我们上次讲的 这个维度的这个 计算方法 不是这标示的方法呢 是根据它的顺序而来的 像在这个地方呢 a1 b1 这个是看c四轴 1就是a 负1就是b 那么这个地方是0 这边是为什么是1呢 是完全看这个identity identity就是它的维度 就是dimension 它如果1是2 如果是这边是3的话 这边就是t 那a跟b列出来以后 这边也是一样二维的 然后看c四的部分 只要是1的就是a 负的就是b 然后再看c 不是c2 这个c2就是c4的转两次 那这个c4就是c4 1跟c43 那c42在这个地方 c44就是1 那这个c2'的时候呢 是代表着对于组轴垂直的那个轴 那这个是另外的一个 也是垂直组轴 但是平分在c2轴的那个c2轴 所以这样一路下去 会有这个按照这个顺序的 这个signature element所在的位置 来定义它的这个名称 这里的1跟2呢 是在c2轴的这个部分 1是1 正1的话是1 负1的话是2 然后再下去的这个部分呢 是用这个g跟u呢 是用i来代表 这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以后的轨域 还有这个 讲到分子轨域的对称 都是用g跟u来代表这个轨域的 所以你要看它的 是不是对于inversion center 对于对反之中心有相反 在这地方全部都是g 因为这个地方 对于对称中心来讲 都是一个正值 这边全部都是u 因为它这个 inversion center上面的数值 对应的全部都是负值 各位要做的是这一些代号 也就是dimension的代号 也就是millican symbol 各位要能够自己都能列得出来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是prime的部分 那我看下面会介绍 跟有sigma h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下面有没有 好 这些对称呢 如果你用px或者dxy dx平方减y平方 这些轨域去做运作的时候 然后旋转180度旋转40度 做每一个对称运作以后 你会得到character table 你会发现那个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跟这样的运作以后呢 是会跟后面的那个basic function的标记 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x方向呢 就会用px的这个对应是一样的 至于scharacter是什么呢 s轨域是什么呢 s轨域是一个圆形轨域 所以它实际上是x平方 加上y平方加上z平方 这是s轨域 p轨域的话就跟xyz一样 d轨域的话 它的形式和跟我们标号是相同的 跟这个轴的标号相同 好 如果所说的这d轨域的标号 还有s轨域的标号 还有这个d轨域p轨域的标号 都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下面所介绍的这个ab 跟et的部分 我们已经介绍了 就在 这不再介绍了 那这个 这叫什么 维度的部分呢 完全是看1底下的这个数字 是1还是2还是3 然后这边的维度的话 就会用1的话是2 那order的算法就是它的平方和 好 这些在课本上面都有 我们比较复杂一点 d4h刚刚所见的呢 是 抱歉 d4h这个地方的这个复杂的这个东西呢 可以请同学回去自己看一下 不一定要看d4h 就看一下其他的s group 还有这个cn的h的group 看一下你对于这个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是不是能够直接定义出来 好 好我们介绍刚才那个 最后一个没有介绍的就是这个 维度上面如果说又有一个sigma h的话 它会用prime来代表 刚才我们的数都只有a1和a2g等等这些 但如果说你这边有single prime的话 这个prime的意思是对着sigma h来定义的 你看到这边一个single prime的都是对sigma是正的 double prime的全部都是负的 包括这个1的部分呢 只要是负值 它也是用double prime来代表 好 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把维度所有的标号原理 都已经给各位介绍过了 所以character table里面所有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他们的dimension的millican symbol 各位都已经应该会用 会做 下面要介绍的是这个character table 所介绍的这些symmetry呢 可以是用在分子上面的 而在用在分子上面的时候呢 会发现到有一些group的 像cy是绝对没有 一定是开弱的也就是没有对称 那如果说是只有cn转转的 这也是chero 那在所谓的对称与不对称的这个看法呢 各位以前在这个有机化学上面学到的东西是r跟s 那r跟s的运作方式 各位如果还要记得的话 就是找出一个碳中心 然后看它的abde 各group是原子序是多少 然后如果有轻的话 或者是原子序最小的放在最后面 然后再看它的旋转是顺时针 就是r 反时针是s 这个是在有机化学上教的这个定义 那各位也许还看得到 在生物化学上有d跟l 这个我们就不仔细说 它是土塔堂里面这个一个form 然后把它衍生出来 来自于那个dform的 所有的衍生物都称之为dform 这个定义的方式呢 跟我们化学里面不太常用 所以我们还是用在rs 那以后各位在下学期的时候 会学到一些无机化学的这个结构 无机化学的结构里面 有些螺旋结构呢 它是用m跟p来代表的 m代表minus p代表positive 代表的是右旋跟左旋 positive右旋是右手的部分 右手的部分是这样子的 对 OK 那 还有碰到的这个标示方式呢 是正与负 还有d跟l 那这比较容易混淆的地方是 譬如说是这个什么 正 r tartaric tartaric that's it OK 这里面前面有的人就会写成d 这个d跟正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代表的是在实验值上面 把这个物质放到偏光镜里面去做 这个测量 它会得到一个正值 也就是往右偏光的数值 是正值的数值 所以这是一个实验值 不论你后面是跟着s 或者跟着r 或者是个dl 都不重要 这是一个实验值 不管你结构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实验出来的数值 它正就代表d 负就代表l l 那现在比较常用的是用正负来代表 r跟s呢 是不管你的悬光度是多少 实验是多少 由结构上面来判断 它到底是r还是f 那对于这个stereochemistry 就是分子的立体构型呢 就不超出这几种命名的方式 各位在这里看一下 统一一下 记得这个结果 以后就不会再碰到立体化学 所以有太多的混淆 当然立体化学 还有其他很多的名词 各位要去复习一下 这在有机里面有很多的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介绍 在point group里面 只有转轴的时候 没有sigma的时候就不会有对称 而有对称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一定有对称呢 就是当你有inversion center 或者是有sigma的时候 sigma h v d都可以算 或者是有s sn的代表是一个转轴加上reflection 所以只要有平面的东西的 mirror的 就一定会翻转 就是右手变左手 这代表说 手性 手性就是handiness 就是chirality 手性会翻转 意思就是左手变右手 r变右手 如果一个object没有任何的symmetry operation 或者只有proper rotation的话呢 我们就称之为它是一个chiral molecule 那如果它不是而具有sigma或i 或者sn的这种 只要有平面的性质在上面 它们就是achiral 好 这个就是悬光的这个测定的方式 用正负或者dl来代表 那么上次上课的时候 给各位看过的这些这个模型 这个以后我们会定义它 一个叫delta 一个叫landa 在无机上面的定义 会比这个有机上的RS还要更多 这里是用delta跟landa来代表 它们不同的这个构型 它们两个是镜像易购物 两个是不能重叠的化合物 用镜像这个连接它们 这些一个是左旋 一个是右旋 它们在悬光度上面 会有完全相反的数值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做震动的模式 如何预测 那么预测的方式是用character table 把所有可能震动模式 在这里面 三个原子在水上面 每一个原子都有xyz的这个轴向 那么这个分子 能够有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呢 各位知道它一定有转动 移动和震动 translation rotation跟vibration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所有的方向 全部当成一个向量 经过对称运作以后 得到character table 那么这些运动的方向 我们称之为degree of freedom 然后我们把它拿来做运作 你会发现到说 在这里面可以分成 有n个原子的话 它就有xyz 3n个维度 那么translation的是xyz方向 各有一个 所以就是三个的方向 而rotation的话 是左旋右旋 这两个方向 那么vibrational的话 就是全部的减掉 这两个translation跟rotation 剩下的都是vibration的mode 好那这些vibration mode 是什么样子的模式 用什么样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来代表 总共可能会有几个振动模式 我们就用character table 来做计算 好 第一个例子是用水来做例子 它是把这九个矩阵呢 不讲错了 九个向量呢 全部都来做一个运作 比如说第一个identity 总共这边三个三个三个九个 九个的identity是九 根据c2来讲的话 你在这个地方的c2是主轴 旋转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这个氢会到这个氢 那只要位置移动的 我们应该是视为零 那如果说是在这个z轴上看 你看到这个y呢 经过这个c2转轴 它会变成反方向变负的 x也会变负的 可是这个z本身呢 不会变负的 它会是一模一样垂直在上面 所以它会是1 反号的会是负1 有两个负1 有一个1合起来就是负1 所以在c2轴的这个地方呢 我得到的是负1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分子上的所有的向量 去做出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这个就是这所有向量的一个代表 这个代表可以化约成各种群里面的基组元素的组合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 这个我们通常称之为γ 这个γ代表的是可约表象 就是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那么把这个可约表象化约成这些的组合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题目 课本上面有这个图 它是说把你所有的原子上的坐标都列出来的话 然后乘上一个旧的这个坐标 会得到新的坐标 这个矩阵就是c2的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怎么看呢 这个地方是氧的xyz 这边是氢1的ha的xyz 这边是hb的xyz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在这个o这上面的一个二转轴 而在经过二转轴以后 你这个地方的轴和这个地方的轴是代表的ha 注意到ha跟hb其实是相反了 也就是说本来这边ha是在这个方向 经过c2转轴以后 它们位置改变了 这个矩阵代表的是如何把这个旧坐标换成新坐标 也就是说如何把ha的坐标完全换成hb的坐标 然后经过c2转轴以后 y变负的轴 x变负的轴 而z轴是不变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z轴是不变的 xy是会变化的 那这样的转轴做出来的这个运作会得到新的坐标 然后这样的描述呢 每一个对称元素都可以用那个矩阵 而那个矩阵的这个代表呢 就是用这整个矩阵的对称轴 也就像刚才的这一页里面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是-1-1-1 然后全部000 所以它这个值呢是-1 所以你看这个c2轴-1 好 那我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呢 如何把它化约成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呢 就是用这个公式 那么我们把这个公式给各位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是order的总数 就是order的意思 这个order呢 就是这里的平方和或者是个数 这种四个operation 就这里就是四 四分之一 那我就说这个公式 各位也许有一些熟悉了 不熟悉的同学记一下 我是称之为头乘尾乘中间 头尾的意思就是这个9要乘上这个 这个这个是头 这个是尾巴 因为这是第一行 头一行 这是最尾一行 那这边的数字191呢 就是这边的1和这是9 是不是A1的1 是在这个地方的1 如果你现在是到A2的话 那你做的这个运作呢 是指A2的这一行数字 是在中间的值 也就是9乘上1以后 乘上中间的数字 负1乘上中间的数字 再乘上上面的数字 这样 好 那这样子的运作 还用这样的公式 这公式也许有点复杂 但是你只要记得 1 2 3 把它乘上去 除上这个order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都应该是熟悉的了 如果不熟悉的 记得这一点 那我们请各位同学 做一下这个题目 这一题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答案 它就是解约出来了以后 会是三个A1 两个 一个A2 三个B1 两个B2 那么 化约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你可以发现到 A1 它有X 不 它有Z 然后B1 B2 A1 B1 B2 这个是跟translation一样的 先把它扣掉 扣掉以后 剩下的rotation的部分呢 刚好对应出来的 这个是A2 只要是rotation 刚好在这个地方都有的 把它去掉 然后这边这么多 去掉了这两个以后 剩下的就是这个 这三个mode 就是vibration的mode 这就是我要请各位同学 写下来的答案 那你要知道 它是不是IR active呢 就要看A1本身有没有 Z 或者X 或者Y 在这里面是有的 B1呢 有没有呢 也有 所以他们这两 这三个都是IR active 他们是不是Ramen active 找一位同学 李伟廷 是不是Ramen A1 是 B1呢 是 很好 所以他们这个是 同时IR active 和Ramen active 那 另外一种做法 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现在我们这种做法 是把所有的这个 对称运作全部做出来 也就是每一个原子的XYZ 都做一遍 现在你再重做一个操作 但是你操作的时候 只把这个OH bound 跟OH bound 这两个呢 做操作 也就是说 这边做identity的时候 1加1 它是两个bun 那这边是 我把它写一下 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各位手上如果有纸的话 可以写一下 我们这边是 这是什么 C2V 所以是 1跟 C2跟Sigma V跟Sigma V' 这是包含 XZ是包含着 这个分子的平面 好 两个bun 这个键 这个键 identity是1 C2的话呢 经过这一旋转 位置变了 是0 SigmaV是包含它 这两个都还存在 是2 这个V是切它的 两个对调了以后 这个是0 这个就是你的 EU Reduca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你把它根据 刚才那个公式 去划约 以后就会得到 一模一样的公式 也就是 你会得到 这三个结果 好 所以这是比较快的方法 是专门只做 Vibration的部分的话 好 这个部分 有没有从前 没有清楚的 清楚了以后 我们就看下面的结果 在我们这个运作里面呢 它水的运作 它这个例子 就是做出来的时候 A1有两种 这两种都是对称的 而B1呢 是不对称的 是对于Sigma 像B是对于C2 是不对称的 这个旋转过来以后 箭头是往下的 所以 BA的话 是对称的意思 因为对C2来讲 它做的是1 都是identity一样的 所以C2转完了以后 人就 这两者不可分辨 好 IR Active 或是Rament Active 各位都熟悉了 在C2 H的这个例子 各位可以很快地做一下 我们下面会 给各位看好几个例子 走得很快 请各位列一下 好 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 怎么样去 reduce这个 伽马 答案在这个地方 请你告诉我 四分之一的四来自于哪里 王航军 四 order是四 从哪里来 order 最上面什么 一系列你怎么算呢 是有几个 还是几行 这有四行 在这里四行 跟这四个都是一样的 但这里如果是两个C2的话 你到底要算1还是算2呢 你是算行的总数 还是算这里有几个元素 元素的个数很好 在这个地方 好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地方 就是4乘上1 再乘上1 那就会得到AG的这个form 得到结果是这样子 化约出来这样的结果 好吧 好 C3B我们再来做一次 这个时候 我们的order是多少 一个同学 萧宇轩 order是多少 好 好 根据我们这样的做法 6 就是六分之一 然后谁乘谁呢 reducible的乘上 e-reducible 再乘上上面的这个 symmetry operation 动作应该是相似的 那么 化约出来的这个结果 我会问的是 哪一个是IR 哪一个是Raman active 我们请 庞浩瀚 来告诉我一下 A1是不是IR 或者是Raman active 都有 A2呢 A2呢 都没有 E呢 都有 都有 Raman跟 Raman跟IR都有 好 那我们再来做这三个 第一个先做Tetrahedral的 请问一下 它的order是多少 王悦伦 王悦伦 王悦伦在哪里取个手 好 order是多少 24个 OK 它是有24个对称元素的 所以就24分之一 谁乘以谁呢 我们请 折不住 本来想问人家同学 E 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E这一行算出来的时候 是取这边的这一行 跟上面的 头跟尾 互相乘 头尾相乘 完了以后 再乘上这个组 全部的加起来的东西 除上order分之一 以后会得到 这个 irreducible resultation 它的个数 最后的结果是这个 A1加T2 A1加T2 它这里没有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A1加T2的整个table的话 后面的东西 对应的到底是不是 IR或者Raman active 好 所以 各位看起来 这数字的东西都会一样 只是你要把point group呢 找对 然后你要去 乘的时候 会要小心的乘 好 D2 D 还是一样 我们从上面的这个地方 看得到的是 总共有1 2 3 4 5 6 7 8 8个order 所以这边是1分之1 另外一个算法是 1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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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平方 2平方 是4 加4 是8 这order的算法都 这两种算法都可以 然后这样算出来了以后 就可以值得到了 这样子的operation 好 请同学翻一下 讲义 课本的最后面的 这个叫什么 D2D D几页 把carriage table D2D找出来 我们请一位同学回答一下 这三个是不是IR active 长安泰 好 先告诉我们D2D在课本 D几页 6621D2D 第一个是A1跟B1 A1跟A1是不是IR或者是Raman active A1是Raman active 然后B1呢 Raman因为它只有X平方减Y平方 然后E呢 它是有XY 也就是IR XZ跟YZ合起来 这次叫做Raman active OK 很好 C4V 好 行为同学告诉我怎么样去解这个题目 怎么样把它画约出来得到它的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苏维奇 好 怎么解 先求Order Order是多少 好 8 所以要乘成八分之一乘上什么 哪两行相乘 然后再乘哪一行 好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一行叫什么 很好 Rebusable representation里面所有的character 还有呢 还有上面点群所代表的对称元素所有的个数 然后再乘上下面一个什么 好 irreducible的character OK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到 irreducible的character 每一个character每一行都把它列进去得到的东西是这 最后看的方法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对称的方式 看一下我们的basic function的部分 是不是有iractive或者是rameactive 好 再说明一下 我们刚刚做的那个方式呢 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把一个对称 把一个分子 它里面的原子的每一个xyz算一遍 各位如果去看一下课本 课本里面讲的那个例题呢 是xeno f 这里有很多种振动方式 譬如这种振动方式 或者是另外其他的箭头的就表示这种方式 但是呢 你做的时候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把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原子它上面的xyz乘起来 这样的话总能有几个向量呢 有几个向量 每一个原子是xyz 15个向量 好 那如果说15个向量解析出来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的组合 代表什么 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 很好 想诈心一点 vibration跟 translation 还有rotation 很好 如果我只关心 Ramen跟ir的话 你要怎么做 你另外一个方法是不要用全部的15个向量 用的方法是 取什么东西来做对称运作 得到你的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用四个键 OK 请问这四个键里面如果是C4的话 它的数值是什么 C4转轴 他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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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 这四个键里面会怎么样 0 1 负1 我以为大家都很熟悉了 来找一位 隔壁的同学 不会啊 我还以为全部交代大家都会了 我还要求各位在五分钟之内做出来 呜 林小杰 C4轴会怎么样 移动的我们称之为0 负1还是1 0 很好 C4轴全部为0 那C2轴是多少 啊 张文如 这个C2轴 2 1 2 这两个变化 很好 这个C2轴 0 很好 所以就根据这个原则去做运算 得到的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就化约成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答案就会出来了 OK 看还有什么 这都是课本上的exercise 各位要做的时候 可以先从课本的立题做起 因为他们都有答案 然后你再去做一下习题 原则都是一样的 那注意一下课本上面有一个小的错误 请各位 翻开课本 115页 115页的第4至37的题目里面的 1 2 3 这个图形 它是一个 cubic的分子 这个cubic分子里面 中间的那个2 在最左下角的那个 人数写成c 实际上是cl 也就是绿的意思 请各位把它更正一下 稍打一个l 要不然就没有办法对称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在114到115页 有character table 和分子 还有光谱 这些都是可以互相变化 从character table 算出来 有多少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就知道它的 IR Raman Active 然后给你 Raman IR的图形以后 请你解释一下 用character table 来解释 为什么会得到 这样的图形 或者给你一个分子 请你算出来 它的这个 结果 课本上面的这个 比较 完整的一个立题呢 是在 这个 sys跟trans 它的问题是 这个sys跟trans的molecule 可不可以用character table 算出以后 直接看光谱 就可以知道 结果它的答案是 这个地方算出来 是两个 IR的讯号 这边算出来 是一个IR的讯号 然后你就可以 因此而分辨的出来 它的IR 到底是sys还是trans 这是一个粗略的分法 那么 牵涉到的计算呢 就是你要先认得 它是CRV 这个应该 大家都不会有错的 这个是DRH 这个就比较容易 忘记了这个平面 这件事情 只要是平面分子的话 大部分都是 跟H有关的 那这两个point group 找出来了以后 再用这个 这个键 和这个键 抱歉 这个CO 和这个CO 去做运作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 用几个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造成的 而这边的话 是用它跟它 然后这个地方请问一下 如果我用C2 是这个C2的话 我的character是多少 我用这个C2 去做运作 我用C2运作 character是多少 多少 我用C2 这个对称 在这边的C2 做旋转的时候 这个C2向下的character 应该是多少 二 很好 这边C2的话 得到的是零 很好 那各位会写出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以后 再利用公式 把它算出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以后 剩下的东西 就是看character table上面 来判断它的ir 跟environment 那另外一个应用 我们在这里没有讲 课本上也没有讲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把 这边 抱歉 如果你把你这边的 这个鬼域 这边的鬼域 和这边的鬼域 和这边的鬼域 全部把它运作起来 然后去做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可以算得出来 这一个组合的分子 它的混成鬼域是什么 OK 那这个部分 我们没有讲 当然也许在 我们讲分子鬼域的时候 给各位提一下 如果有时间的话 好 那下面的部分 是课本的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就 很快地调过去 请大家看一下 它是介绍一下 Sys的这个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如何得到 然后再把它分解 然后套公式 就得到了它的 组合是两个讯号 然后另外一个是 Sys的 刚刚那个是Sys 然后Trans的话 会得到D2H 然后得到的结果呢 会是 只有一个 那最后的结果是 只有一个IR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 哪一个是Sys 哪一个是Trans 课本上这边是另外的是 C三轴的另外一个 请各位再回去 做一下练习 这一个章节的这个题目呢 重点就在这个练习 我们考试的时候 也就是考这些东西 虽然是范围清楚 各位要做的责任 就是多练习 做得很快 到时候不要觉得时间不够 好不好 好 谢谢各位 下课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